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个车辆的外形其实是比较小巧的 它的长度是5米341 它的高度 汽油版和柴油版稍微有一点点不同 柴油版是2米395 那汽油版是2米39 基本上都在2米4以下 整体的通过性还是不错的 车的外观是比较简洁低调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款其实是柴油版本的 因为柴油版和汽油版的区别可以从总质量上看到 柴油版的总质量是3.5吨 汽油版大概在3.3吨 稍微轻一点 车里还得有爬梯和自行车架 可以在车顶来进行操作 那同时呢 外出的时候呢 也能放置一些自己喜欢的户外自行车啊 来到人多的地方 骑着自行车也不错 现在打开尾门来看一下啊 尾门这里呢 它是一个90度开启 然后打开以后呢 内部呢 它是带有这种啊 储物格子在尾门上 而且内部呢 也有这种啊 哎 包裹的材质啊 可以有更好的这个静音性和保温性 那全车呢 也是做了这个保温和这个隔音处理的 那下方呢 它是有一个储物空间的啊 可以放置一些行李箱在里面 如果特别高的大件的行李呢 这就放不了了 现在呢 我进入到驾驶室里了啊 它整个的这个驾驶室的这个坐姿啊 还是比较舒适的 而且 感觉呢 开起来也不像这种轻刻啊 像这个日常这种大号的MPV 那它动力系统呢 柴油和汽油啊 是略有不同的 它的柴油版呢 还是2.0T的柴油发动机 汽油版呢 是2.0T的汽油发动机 匹配呢 都是9AP的变速箱 像柴油版呢 它的最大功率是105千瓦 汽油版的最大功率呢 是162千瓦 柴油版的最大扭矩呢 是355牛米 汽油版呢 是350牛米 柴油和汽油的选择呢 就根据你们自己的需求就可以了 多功能方向盘 然后还有像胎压监测啊 定速巡航啊 还有ESP啊等等功能呢 还是有配备的啊 来可以帮助我们辅助驾驶 整个驾驶室的这个感觉呢 和我们日常的这个车啊 区别也不大 因为毕竟呢 都是这个C本驾驶的车型 那我再说一个关于柴油车和汽油车的小tips吧 如果说呢 对于一个驾驶新手来说呢 你如果居住在北方啊 有的时候冬天温度会在这个零下的情况下呢 那最好选择一款汽油车 因为你会需要加这个副标号的柴油 这样的话呢 可能对于新手来说 它有的时候啊 就会 哎 记不住啊 会忘 所以说选择汽油呢 更稳妥 如果南方的车友呢 就没有这个担忧了 从驾驶室呢 也是可以走到这个车厢里的啊 就是这个通道稍微有一些小 那这款车呢 它采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设计啊 因为我们从侧门一进来以后呢 它看见的呢 感觉是一个厨房 带有一个小电子炉那边呢 还有一个直引水的装置啊 下方有一些储物空间 这边还有冰箱 那其实呢 把这个小厨房啊 往前挪动的时候 因为下方有轨道 大家可以看到 内部就变成了一个卫生间 也就是说呢 厨房和卫生间是一体式的啊 这个设计呢 还是挺有意思的 这边有一个非常便利的一个按钮啊 直接拉出来就可以了 推开卫生间的门以后呢 内部空间啊 我觉得比一般的B型房车的卫生间还要大了不少啊 你看我现在穿的非常厚 然后在里面转身什么的呢 也完全的没有任何问题 它这个卫生间这里呢 就设置的是一个拉门啊 那这样我们用卫生间的时候直接把它拉上就行了 可以当淋浴使用的这么一个花洒啊 这边呢 也可以直接在这呢 洗脸啊 然后作为一个水池来使用 这款车呢 它是带有一个95升的清水箱和一个45升的灰水箱的 同时呢 还配有啊 进口尾巴斯特燃油加热器 以及呢 暖风系统 那这样的话 天冷的时候啊 也能简单进行一个冲凉 那肯定有的人会说啦 这卫生间里怎么连个马桶都没有呢 其实马桶啊 是一个隐藏式的 看 隐藏在侧面的这个位置的啊 如果想使用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拿出来 不使用的话呢 完全不占空间 卫生间里呢 还有两处储物空间啊 像一般小件的这些毛巾啊 衣物啊 可以挂在这个位置啊 那下方呢 还有一个小的储物柜 也可以呢 放置一些物品 那车尾的设计呢 也很有意思啊 它看起来呢 现在是一个环形沙滩的这么一个设计 其实呢 这款车呢 它是一个核载五人的车型啊 除了驾驶室坐两个人以外呢 后方的这三人座椅呢 是可以在行车过程中使用的 旁边的这两个座椅呢 哎 在不使用的时候啊 它是可以直接给它收起来的 收起来以后呢 是不是感觉空间就大了不少 它下方的都是有这种啊 气压杆的 使用的话呢 就把它放下来 沙滑座椅上方这里呢 它都是可以储物的 那这一侧呢 也有一个这种啊 储物柜 也是可以呢 放置一些简单的物品的 大件的行李呢 还可以放在打开后尾门的这个下方的位置啊 所以对于一款B型房车来说呢 它的储物空间也还算不错 那整款车内部呢 采用的是一个48伏的电路系统啊 带有48伏150安的电瓶 就是7.2度电 还配备一台呢 48伏的这种电瓶空调啊 保证我们一个温度的示意 那上方呢 还带有一台这个翻车电视 但其实现在我感觉这个翻车电视啊 没有特别大的必要啊 后期呢 可以自己来进行更换 或者选择要或者不要 那我们现在呢 能把后面这几个垫子啊 都给它拆下来啊 拆下来以后呢 哎 就可以看到这个床了 这样呢 我们这张床啊 现在就变好了啊 那它的尺寸呢 就是1米9乘1米7 那两个人在这睡觉的话呢 肯定没有问题啊 而且整个的空间呢 也很大 如果你觉得睡到里侧比较压抑的话呢 我觉得头也可以朝外啊 那这样感觉跟人家通透 这款车的价格呢 是26.8万元起啊 那两口人使用一款呢 福特T6底盘的这种的B型房车 日常开着呢 也不会觉得很突兀啊 而且呢 一款这个福特底盘啊 看起来呢 也是比较有面子的一款车 毕竟呢 20多万来说呢 性价比啊 还是很高的 好了 本期节目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您想看更多的新鲜房车 想看更多的实惠房车 都可以呢 关注房车情报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